大家好 歡迎光臨元氣驕傲戰 威喜站長楊萍每天都要送上滿滿的元氣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平常上班下班已經夠辛苦了 如果說在假日的時候 全家人不能好好輕鬆 而是媽媽口哨一吹 全體大集合 大家怎麼樣 全家大小一起來總動員 要來打打掃掃的話 其實針對現在人在打掃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辛苦 打掃真的要那麼辛苦嗎 今天我們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放輕鬆好不好 大家身邊先來歡迎這位 其實一路每一次在做菜我一定找他 還有刷鍋子我一定找他 為什麼 因為他說其實現在下廚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真的一點都難不倒他 先來歡迎這位一鏡廚 咱們的威威蔡老師 大家好 我現在做菜不會皮皮剎 真的 威蔡老師最近說 她是女文青的造型 對 他說我現在走文藝路線 氣質路線 不過如果真的要拼掃 看一隻眼睛 妳會怕眼睛會掉下來嗎 不會 表示要做得比較快 不能這樣突接突接 對啊 妳做菜要很快 當然打掃也要很快 所以我們要快速料理 我們當然也要快速清潔 好 所以有一些好的方法 在今天眼睛要貢獻給大家 好不好 再來這位呢 其實他說 常常很多人說我下輩子不要當女人 但是他說其實男人也很命苦 為什麼 因為老婆說幫忙拖地掃地 他也不敢說不的 咱們的汪慶豐 汪大哥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汪大哥其實是蠻體貼老婆的 一定要 雖然工作很忙 其實在假日的時候還是要幫忙 但是在幫忙的時候 也很頭痛 因為我最不喜歡就是掃地 是喔 而且我不太能夠接受地上有頭髮 喔 那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很難過 原來你是屬於潔癖一族的 對 不過其實汪大哥他自己人生歷練來講的話 因為他曾經到非洲去 在非洲聽說看到那些的媽媽很厲害 是 這個很會生 很會生 大概平均 隨便忘記大概六七個 是 那個是一般般 真的 我知道的好像大概多得到十一個 喔 不是半打就是一打就對了 對 不過我覺得多產之家 我覺得這個一講到家庭主婦 要料理家裡面的大大小小事情 我覺得在保養自己的概念上面 其實汪大哥也有一些這個分享 是 所以我們雖然說要清潔 保養的功夫一樣要做得好 也是要做得好 對 好 再來這位算是我們 元氣交友站的新朋友 那其實呢 這位大哥呢 過去說在這個家電的行業裡頭 大概已經有十五年了 而且他告訴我們 其實有些工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先來歡迎咱們的謙哥 小姐妹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我們了解一下謙哥 他是家電達人 在家電的銷售已經有十五年了 是 聽到你現在是很顧問 對 就是一般廠商 他們在開發新品的時候 會來跟我研究一下說 大家討論怎麼樣把商品 去規劃到第一個媽媽用的最順手 然後用起來最方便 然後效果最好 是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是 尤其今天楊瓶 也穿得很漂亮 對 我跟你說 穿得很漂亮 也要叫我打掃 不好意思 我在那裡當貴婦 不太想那麼累 不過很多人說我可是真正的貴婦 光是處理一個地板的東西 他真的要跪在頭上 對 真的貴婦 幹嘛那麼辛苦 對 因為傳統打掃方式 就是你是用掃把 那如果說好像媽媽會說 那我用一些吸塵器 可是傳統吸塵器很大一台 又笨重 又有耗材又幾層袋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研發一個 讓大家比較輕鬆的方式 讓你在打掃的時候 真的不用跪在地上 不用跪在地上 而且很輕鬆 不用再說練的一個二頭肌 是 好 而且聽說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很輕巧 對不對 先來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有一段影片 我們看看 媽媽們打掃的辛苦模樣 哎唷喂呀 以前就是這樣子 你看你從沙發開始 因為沙發我們人坐在上面 你會吃東西 有洋寵物都會跳到上面去 包括像天花板的角落 你要打掃的時候 也不是這麼方便 其實我們知道女孩子 東方女性沒有很高 然後地上你也要這樣趴下去 這邊去掃 因為有很多的死角 然後有些地方 老公不在你也沒辦法掃 像沙發這麼重怎麼辦 是的 像冰箱這麼重你也不可能去移它 所以我們一直在提倡說 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有輕鬆的工具 你隨手想到的時候 哪邊髒了隨手弄一下 隨手做 哪邊不乾淨的隨手弄一下 其實你只要隨手在維護 你家裡每個部分 真正說過年 除夕要打掃的時候 你也不會說 哇 打掃用這麼辣 怎麼辦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再補強一下就好 所以有很多人你知道嗎 現在其實在過年的時候 他願意花很高的錢 對 整個請人拼 但是你知道有請人拼 說實在心裡面有一點擔心 第一一定要找熟人 因為不熟的 你覺得他進到 親民大後 來到我們家裡會有點擔憂 東西都要先收好 那你收好了 你不用來了 你也收乾淨了 你也收乾淨了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那個花費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也不是只有過年家裡面乾淨 我覺得平常你剛才講 隨手做的觀念很重要 我想我們先了解好不好 全家大大裡裡外外 到底哪個地方是真的要好好打掃的 我們今天有個剖面圖 喔 才知道家裡面真的要打掃起來 很多地方 很多辛苦 每一個地方都要 真的很辛苦 好 以這個謙歌來講 就像剛才說的 吸塵器走得到的地方 大概哪些地方是特別要留意的 其實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當天連在一起的地方 我可能是石英磚或是打理石的 那這種材質其實它比較不怕水 那你可能用拖地的還好 好 那再來臥室裡面 有的臥室腳怕冷的 它會用地毯 甚至有的是木板 對 有些又喜歡用木板 拆起來說比較有貼近自然的感覺 那其實在不同的 這種地板材質的打掃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細節要注意的 那有些媽媽不知道 擦地客廳擦完了 我要啊 臥室怎麼辦 地毯不能擦 對 木質地板好像可以擦 結果一擦我要發霉了 哎唷 對 木頭潮濕了 又很潮濕 對 對 所以這些細節的地方都要顧到 那再來就變成是你看不到的地方了 是的 像我們的桌子底下 沙發底下 餐桌底下 床底下 這些一般看不到的地方 其實坦白講你要掃你也掃不到 因為你要趴在那邊 從裡面把東西弄出來 那你想你趴在那邊的時候 你的臉是最接近地面的 那時候一撥起來那個髒東西 全部到你臉上 對啊 而且有很多的這些東西 你不打掃會變成家裡面的過敏源 沒錯 這個是很可怕的 當然除了這個大面積 我們要特別提醒之外 還有最害怕的地方 其實跟媽媽最接近的 就是這個廚房的位置 對不對 還有在廁所的部分 其實這個講到風水 其實人家講說風水 不一定要請你家裡來家裡看 你先把家裡牆好乾淨 對 這是第一步 這才是最好的風 對 最重要 全家身體也會比較健康 所以今天這幾位達人來了 對不對 每個地方角角落落 直直細細 我們都希望可以幫大家找到 打掃 盡情鬆的風環 好不好 好 所以持續鎖定 稍後回到我們今天 延期加油站喔 世界大便 子面希望什麼 連張誰ens prepared 超快感情鬆 就 Kan авir 大家 Today 看到陽平 如此般的優雅 有沒有覺得穿得這麼漂亮 其實也是可以好花拼搔 但是老公男朋友看到說 哎呦 怎麼這麼漂亮 真的會多愛我們一點 好 不過今天在楊萍這麼時尚的打扮 身邊來了一個 哇 我覺得好輕巧 甚至於楊萍只要動一根手指頭 我就有辦法把它舉起來 大家看一下 哇 相當輕巧 對 有沒有自在 我拿的這個是什麼 吸塵器 吸塵器 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有這麼簡單輕鬆的吸塵器 想都沒想到吸塵器可以拿到手上這樣滑 真的 感覺我好像要去當那個樂儀隊的 好 不過我們讓這個蔡姐拿一下好不好 今天你也是很優雅的 來 是不是一樣也很輕鬆 我從來沒有拿過這麼輕鬆的吸塵器 太簡單了 原來現在的家電我覺得它的設計越來越輕巧 對 然後也越來越符合現在人的空間 因為主要就是你收納要好收納 因為以往吸塵器很大一台 你不好收的時候你就不會想用 你不想用的時候你沒有常常拿出來用 你就違背我們剛剛講的說 隨手做 隨手掃 你就不用說還要大掃除 每個禮拜再來辛苦一下都不用 因為它很輕巧 所以你隨時拿起來 這邊髒了弄一下 那邊髒了弄一下 很輕鬆 要收也好收 甚至來 楊明有沒有發現 你放著它自己會站著 我後來發現有沒有 感覺好像有一個這個 我們家裡面的管家 有沒有就站在那裡 騙一騙 然後任由我拆遣 沒錯 我叫它站著它絕對站著 而且它不用靠牆 其實我常常覺得說 過去有很多的工具使用起來很累 就是你還要小心翼翼 先讓它扶著牆 所以它就給你掉在地上 然後你過在那邊撿來撿去 地都不用掃了 沒錯 就是你會浪費很多時間 大掃已經夠費時了 夠辛苦了 那你不能輕鬆一點 結果還是一直找自己麻煩 所以千萬不要讓 我們到的吸塵器站著 對 它不用站著好不好 因為它只要站著 你需要它的時候 隨時就在你身邊 好 不過這麼輕巧 聽說它的重量大概多重 因為我已經一根手指頭 就可以提起來的 它的重量大概1.25公斤 有多重很多人不知道對不對 對 1.25公斤怎麼算 像這樣子的一瓶水 這個飽吹瓶的飲料 你都知道嗎 就是它的重量 一樣重 真的 但是我要跟你講 如果是比較大的那種吸塵器 它光馬達就大概這麼重 對 機身那也不要算 那很多人說 那你如果機身這樣子馬達 機器這麼輕 吸力到底夠不夠 其實我們是經過很嚴密的設計 就是包括在它的吸力上 包括它出來的空氣 不會造成二次污染 其實我們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去做研究 所以我覺得今天其實在很多的家電 把它迷你化 我會發現人也不用長太高 就像楊瓶一樣 有沒有 這個麻雀雖小可以武藏俱全的 對不對 所以今天怎麼樣 讓它輕巧當中 不但家裡面的空間 而且它也不用在那邊 就是還要替它扶著 好像伺候一樣 對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 我們擺了這麼多的階膝 重點是一支這樣子的一個吸塵器 它要符合多功能的需求 沒錯 來我現在給大家介紹一下 你現在看到 它現在體積的輕巧 如果是現在這個樣子 它就是一個 手持式的吸塵器 那手持式當然就是我們要強調 它必須要很輕巧 那輕巧的情況下 它還要好用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的設計來 我跟你講 如果一般人家說 吸塵器裡面有集塵袋 一張了 你是不是集塵袋就要拿去換掉 要花錢去買 那個叫做耗材 那我們這個很簡單 你現在把它打開來 像這個裡面有張東西的話 你直接拿去倒掉就好了 倒到垃圾桶裡面就可以了 你完全不用用手去碰它 然後再來像這個地方 我們有做一個濾網 這個濾網叫做HIPAA濾網 那這個算是醫療等級的 它可以過濾到很細微的地方 是喔 這個讓我覺得很特別 我本來以為講說 它可能只是瓦韌子 不是 其實聽說它這個是很高等級的 對 以前我們看SARS期間 你講到SARS很恐怖 那個時候大家不是說 有感染到的人必須要隔離起來 隔離的時候那個叫做負壓病房 負壓病房是空氣進得去 出不來 那出來一定要從另外一個 特殊的地方去排 空氣排出去 那個排空氣的地方 就會裝HIPAA濾網 就是這個嗎 就是裝這種HIPAA濾網 它就是要讓你怎麼樣 讓在裡面被感染的人 他的空氣不會隨便跑出來 那要排氣出去的時候 一定會先經過HIPAA濾網 做過濾跟消毒 那我們可能說 那我家吸塵器幹嘛搞得這麼複雜 一定要用到HIPAA等級的嗎 當然要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地板上很多過敏原 就是我們不知道也看不到 甚至包括我們的沙發上 床上 窗簾上 其實我們人身上剝落的一些皮屑 是很多包括塵蠻很愛吃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資深起來的時候 包括過敏原 甚至有人講說會有花粉 會有一些異味 其實HIPAA濾網都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讓它去過濾掉這些粉塵 過濾到我們不應該接觸到的一些細菌 讓它是最乾淨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東西如果髒了 那我是要再換 還是它可以怎麼沖洗 它直接用水洗就好了 蛤 這個可以丟到水裡 可以在水裡面洗 那你如果說中間 因為我們打掃南美會比較髒的 譬如說要把細小的灰塵卡在裡面說 你把你沒有用的牙刷拿來刷一刷就可以了 還沒變太厚啊 對啊 還沒變太厚啊 這不錯喔 對 像我家有過敏原的小孩 像一打掃就開始流鼻涕 然後戴口罩都沒有用 我覺得這個就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你打掃起來 不管是灰塵 窗簾 地板 以前我都不敢打掃 因為就一打掃就一直流鼻涕 打噴涕 對 所以有這個我非常好用 這種大哥有興趣喔 對 因為我每個禮拜都要擦地 那現在擦地之前一定要吸 對 現在不用那個袋子裝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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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袋子本身是好材 其實有專家在講說 大概未來的兩年之內 所有集塵袋的吸塵器都會淘汰 所有集塵袋都會停產 到時候你就會買不到 你家如果還有集塵袋吸塵器 真的找到機會 你有看到喜歡的機器要趕快換 還必須要太換 因為以後可能就會變故障 因為這個也是越來越像環保的概念 有可能集塵袋的吸塵器 未來會變成孤兒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集塵袋可以用 好 我們剛剛講到 它整個過濾的一個部分 已經讓我們有跳脫新的觀念了 還有什麼我發現它這個頭很多 還有我們先看 這個手持式的很輕巧 打掃起來各個位置都很方便 可是當你要打掃低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你是不是會彎腰 打掃高的地方又伸不上去 你可能還要拿樓梯來爬 今天就是設計到很貼近 就是這邊有蓋子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以後我們有這個延長桿 然後直接把它裝下去 它不用像以前很複雜的方式 就這樣 就這樣就好了 發現它是可以 變成手持式 直接 能伸 沒錯 然後變成直立式 所以變成你在打掃地板的時候 你可以站著很輕鬆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打掃高的地方也很輕鬆 我剛才可以很優雅 對不對 所以你在地面上 你要使用它的時候覺得很便利之外 你把它舉高有沒有 天花板 也很輕鬆 那你會說天花板這個頭 好像不適用對不對 是 來 現在家電設計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打掃天花板 我們最常在天花板上看